比赛开始了 童韵体温馨带来 本赛季中超第21轮 和部队在主场 对着苍州雄狮的比赛直播 假发真传 无线球 远端投球攻门 漂亮 还有坎特摆回来 一片乱战 这个球 霸凶立功了 外围左脚再打 球进了 12分钟 这边一脚远射破门了 霸凶还是没办法 葬一封 应该说第一个铺就 已经很漂亮 作为门将已经尽力了 这样的话在12分钟 苍州雄狮还是把 比分僵局打破 来看投球 这个侧铺很漂亮 坎特投身脚摆回来 和部队防线人很多 结果几位没有开远 在外围左脚的发炮 藏一封这球打得很漂亮 本赛季他个人的第一球 左边 和赛坎特 内部在接 前插给到 拉出来张静哲 一对一 好球再给 接着起头球 再下一场 二比零 又是藏一封 三年不发誓 发誓当三年 这一下就进两个了 这就属于和部队 心态没有调整好 防线应该说 不是特别好的机会 一个直塞球 又是和赛坎特拉出来 他现在不光自己进球 在进攻里面的一个轴心的作用 太重要了 这下传道球漂亮 倒心脚再给 完成助攻的是杨晓天 而且是三分钟两球 投球顶得非常漂亮 往左边 进去里面 顺过来 这个球 哨响 点球 和赛坎特自己制造了点球 坎特一场球 对三阵 大四喜 直接就是对内的 这个头号射手了 奥斯卡 现在是五个球 打门 被捧球 再包 球进了 和赛坎特 送给奥斯卡的饼 你不吃 那我来吃 三比零了 发雄自己也非常生气 能够理解 就作为一个门将 能做的都做了 但是 无奈 坎特太强啊 这样的话 也是五球 来看 按说呢 大家都是从 禁区线去启动 那就是 应该说 前锋 更渴望去破门 只能说在欲望上 是更强的一方 希望他能够带一带 再传 投球 任威 这下 有没有出底线呢 比赛还在继续 再给到三角 门前 球进了 一比三 追回来一个 廖伟 那这个球 要看看 有没有先出底线 像上班上这种球 虽然说出界 对吧 那这下我们 看的还是比较清楚 虽然出界 那前面他的手型 也有一定问题 这球 应该是要被吹掉的 上班上最后时刻 不过依然对 和蔚来说 是一个很记忆的信号 那脚球 出界在先 也是这个残兵 很多外员都没法上 看这次断球下来了 再交过来 提前量 藏一峰就去里面 有机会调整 想换左脚 还有机会再打 帽子戏法 恭喜藏一峰 一场比赛 独中三元 打破了自己 单赛季中超的 进球记录 法雄也非常无奈 气笑了 也作为门将 他其实能做的 已经不多 前面球有时候 扑出来了 二点的还是会丢 再来看 前程的反断 杨晓天抹进来 今天应该是 个人第二次助攻了 拉出来了潘喜明 藏一峰对上潘喜明 过掉之后的进球 那这一下对他来讲 也确实 是意义重大的一个进球 当时就是和潘喜明的 那次对抗 导致了自己的重伤 所以第二个球进的时候 咱们已经讲过了 从哪跌倒 从哪趴起来 再交 坎特 杨晓天 有机会 推射 又进了 5比0 何塞坎特 没开二度 第一场 大四喜 第二场 助攻帽子戏法 第三场 没开二度 何塞坎特 你还想干什么 看看今天 有没有机会 再进 何伯队没办法了 这会儿心态已经完全没了 右边路空了 没有人 左边路空了 没有人管 点球点 大家都在这看着踢 只能说兵败如山倒啊 这球打得很轻巧 这样的话 接着创击路 全场比赛结束 何伯队 主场零比五 不敌苍州雄狮 今天的比赛 张一峰 上演帽子戏法 同时 何塞坎特呢 也有 没开二度的精彩表现 五球大胜